我跑你追 第二個步驟 首先再來我們已經完成一個角色會跑 另外一個角色要追 追對人要做什麼事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我們會認為追一個人很簡單 就看到就追了 事實上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在我們人類大腦裡面 是產生很多不同的指令 舉個例子你要追誰 你要不要確定人 亂追嗎 不是吧 怎麼追 是很快速的追 慢慢的追 還是一下就把它追到 所以這些判斷的事情 都要經由我們由電腦來設計 把它產生出來 好我們回到我們的Squatch程式 剛才我們做了一個 這個程式 它是左右跑 那就要旋轉 那你很可能說 那我把這個加進來 可是你加進來就會發現 這個不是我要的 你可以去思考一下 還可以怎麼解決 這個左右跑的問題 好你看我現在旋轉完之後 到處跑了 它變成這樣跑 好原來可以這樣做 那我是不是把前面的時候 給它旋轉個幾度 這個度數可以自己打 我前面旋轉個30度 我再來讓它跑呢 這樣子是不是就到處跑了 好像也是一個解決方式 還有其他的不同解決方式 你思考一下 好小毛咪的角色 所以我們到到此為止 我們來決定 蝙蝠要追它 好蝙蝠要追它 蝙蝠怎麼追 一樣 當旗子按下去的時候 它要做一件 一件什麼 重複的事 哪些重複的事 剛才我們講 它要怎麼樣 面向要追的角色 那有人說 那我喜歡讓它倒著追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如果你的想法是要讓它倒著追 等一下你做做看 好 那我們要做的是面向 面向在哪裡 那你可能要找一下 我的動作 這裡有一個面向 面向誰 面向這裡會有角色 某一個角色 角色誰 角色1 因為我們只有兩個角色 所以它只能面向它 面向這個角色 然後怎麼樣 開始追 好 我讓它開始追 好 那這樣是不是可以達成我們要的呢 來 開始走 感覺上一下就追到了 那怎麼辦 你要去思考 如果我不想那麼快讓它追到呢 我們可以調整什麼 那不要走那麼多步 走三步 是不是可以讓它們分開一點 它不動 好 它有在追 好 你看它有在追了 好 它只走三步 那再第一個問題給你 很奇怪 很奇怪 這隻蝙蝠還是顛倒著飛啊 這個問題給 留給你去解決 因為我們剛才已經試過 我們不讓貓咪 頭下腳上的做法 你把它 列化到 這一個 作品上面 不要讓它飛的時候是 頭下腳上 請你去完成這個作品 然後請你把它存成存檔 請你存檔 檔案存檔 現在交存檔 不然你的檔案會沒有辦法存 沒有辦法留下來 或者是下次修改 好 檔案另存新檔 存檔的時候可以 注意一下你要存在哪裡 好我們暫時存在桌面 把它叫B02的作業 好 確定 那我們怎麼確定 它有沒有存進來呢 我們回到桌面 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B02的一個檔案 有 那就可以 那如果你不放心的話 個人會建議 那你就把它存成 因為我們Squish2的檔案 叫做SB2 所以你檔案 另存新檔的時候 方便去辨識 你就存在桌面 B02.SB2 SB是Squish檔案 2.0之後是Squish.SB2 這樣子一個檔案 儲存起來 好這樣就完成 我們B02 你做出來效果至少 要看到一個人在追另外一個人 一個跑一個追 踏入 在這裡 對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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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